大家好,我是小霞齐山 大家好,我是西林男一高 从83年第一次看春晚 到今天上春晚 整整等候了40年 从过去83年 那时候幻想着 什么时候能上春晚 这一走走走就走了40年 对我来讲 就是我学会的人生的一个功课 等候就真的是美梦成真了 今年上的这个节目是这样子的 我个人认为会让我们 永远记住的一个故事 它还是讲一个家庭成员的关系 两代人的鸿沟 最后走向一个 一个共同的谅解和接纳 今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个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对话 这样子一个一首歌 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歌 它首先是一个非常感人 甚至我觉得非常催泪的一首歌 那么这里面女儿的感情 对妈妈是非常浓烈的 但是又有一些叛逆 而妈妈对女儿的爱呢 是非常温暖 但也有一些谨慎在里面 其实就像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感情 经常会有些摩擦 或者是一些不和 但其实我们 在心里都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今年因为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春晚 所以首先非常非常荣幸 非常感谢能够收到邀请 其实我内心就是非常的兴奋 但同时也特别紧张 那么希望这次可以在 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一天 能够用最好的状态 给大家带来一个完美的舞台 新的一年助力突飞猛进 前途似紧 兔年大吉梦想成真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在兔年 可以平安健康